小月,今天是回不去了 胜不见底 快一米挖下去了 看了小月和阿丁的视频这么久了 今天阿丁叫的这声小月是最温柔的 网友调侃说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阿丁挖竹笋挖的没力气了 所以才这么温柔的 任小月 任小月,你在这里干嘛 任小月,你怎么回事 任小月,你怎么这么闲 大家喜欢看阿丁和小月的视频 是因为阿丁和小月的视频传达出来的 都是关于爱情,关于生活的种种美好 让人心向往之 看完之后总有一些莫名的感动 也有一些触动 小月和阿丁的视频就是有这种魔力 让人们从他们那种看似平凡的生活中 获得不平凡的力量 网友说每次刷到小月的视频 就好想回农村呀 可是因为工作 因为生活 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地方 现在已经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网友说真的感谢阿丁和小月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 我们一直想要过的那种生活 虽然生活的主角不是我们自己 但至少也是压抑生活中的一种寄托 看到你们 让我觉得自己应该更用力的去爱身边的人 更加努力的去生活 也希望小月和阿丁能够一直分享他们的生活 带给我们更多感动 大家喜欢阿丁的淳朴小月的温柔 大家看小月和阿丁的视频有什么感受呢 感谢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